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前面我们讲 开启修行门飞 总的来讲 我们修行人 应该经常看修行门飞的话 应该心里有很大的利益 昨天前面讲了一些 不能贪执精神的有些道理 不能贪执精神的道理 《无事切业》或者《破戒经》当中这样讲的 他这里释迦牟尼佛专门获得破戒的一部经典 这部经典当中这样说的 他说 舍利者 我的教法不可能以罪业染污 罪业而毁灭 比如说有些人造了恶业 有些人做坏事 然后佛法会不会坏坏呢 不会坏坏的 有些人依靠佛法来可能造一些恶业 但是实际上造恶业的话 他自己成熟果报 实际上造恶业的这种行为 不可能毁灭我们的佛法 我们佛学院的有些行为也是这样吧 有些人虽然利用上师和利用一些学院造一些罪业 但是学院的真正的弘法利生和真正的佛法 没有受到什么损害 不会损害的 我知诸声闻将用不法 那么释迦牟尼佛他说 我的随顺比丘和我的这些出家人 他这里这个声闻从广义来讲的话 我们所谓的出家人 都可以称之为是声闻 那么我的这种随顺者的出家人 从来都是不会发烧 发业 债事 因为一般释迦牟尼佛的加持 出了家以后他的生活 最开头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困难的 但是逐渐自然而然有很多的信众会供养的 只要你是一个如理如法的修行人的话 他的在世根本不会有困难的 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的很多修行人 自身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我们不是出家人的话 我们离开佛学院 现在可以说是成千上万个人 这么多的人集聚在一天 每天都是不干活 每天都是不劳动 那这样的话恐怕如果世间的一个城市 这座城市早就人们全部都已经饿死了 你每天都是根本不干任何不做工作 然后每天都是做自己的看书 这样做着的话可能会饿死的 但是不像这样的 我们只要为利益众生发心 闻思修行的话 外面的成千上万的一些信众会供养的 所以我这个声闻不会缺乏法义和债质 所以真正是如理如法修持的一些比丘 这样的比丘的话呢 他会蒙受成千上万的天人呢 就是依靠他的这种殊胜的威力 赐予一切安乐 只要我们修行很好的话 所有的一些经济 生活 自己 全部的这种安乐 天人可以赐予的 舍利则 凡人无能如是供养成事 舍利则 何者若以三妙三十果位而出家 如果有些人真正想为了获得福果而出家 并精进修法 在少于之诸天人 少于之诸众人 少于之众生均供养此瑜伽比丘 博于法义 如果真正想为了获得福果而出家的一个修行人 那么有很多的天人 有很多的这种人和非人 都会供养的 因此他的法义和在世 根本不会缺少的 这一点大家应该深有体会的吧 真是这样的 我们学院也是这么多的人 我都经常觉得很奇怪 现在世间上的人每天都是忙碌 每天都忙碌的话 实际上生活还是解决不了 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大家都很困难的 但我们出家人整天都是自己是个很好的修行人 应该在生活上 虽然有些上面有一点点困难 但是根本不会像世间生那样痛苦和困难的 没有的 《百华经》里面也这样讲的 往昔佛陀曾如是发愿 无知教法中身作死者法衣加杀者 若闻随意而得饮饰 佛陀曾经在因地的时候也是这样发愿的 他说 在我的教法当中 凡是身上穿着四寸法衣以上的出家人 如果他们没有所有的饮饰如愿异常的话 在我以七宽如来 故我不得成佛 那么我已经七宽了所有的如来 我的这个法性说明是不正确的 我本来诸佛菩萨面前已经发愿 我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成佛的 但是如果我的教法当中是 他们没有这样如愿异常的话 那我已经七宽所有的如来 愿我不要成佛 他是这样发愿 但后来释迦牟尼佛真正已经成佛了 说明在他的教法当中 真正具有处理性的 身着四寸以上夹杀的人 不会生活上有极大的困难 以前《暂戒论》很多论典当中也引用过 乔弥仁波切的《极乐愿文》当中也引用过 所以所有的在家人最后他们都非常困难 他们实在没办法 在天地上没办法耕 最后在指甲上 这是一个假设句 指甲上也在耕耘 已经到达了这样的生世关头 但出家人的生活 根本不会受困难的 原来五十几年吧 藏地也是受到极大的饥荒 那个时候有些清净戒律的 受持教法的 这些出家人 他们生活还是很过得不错的 在我们藏地文革期间和一些解放期间 那么他们当时藏地的生活状况 非常非常可怕 但是他们有些修持 比较不错的修行人 也有很多的人对他们送法 因此整个世界 遭遇极大的灾难 或者一些饥饿的话 但出家人的生活 不会有大的困难 蒋尔尔仁波切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这些人 既然是一世无浊的状况 已经到了这种状况的话 如果心 我拼就拼就 不管怎么样 我好好地修持 如果有这样的耐心 那么所有这些具有心事的人 会借礼供养的 因此最需要的财物是无有贪值 最需要的财物就是无有贪值 贪得无缘 除极自财等毫无价值 我们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也好 如果是贪得无缘 一直日日夜夜的 就是想积累财产 毫无价值的 这不是人生的价值观 真正人生的价值 就是自己的相续当中 获得一个无畏的智慧和悲心 这是我们人生的价值 即使本人们临嘲热讽 也当无有称狂地去修持 最终人们也是行与成佛的集聚 首先可能很多人都会临嘲热讽 会讥笑你的 你看这个人出家来 这个人家庭都不要了 这个人已经到什么学院里面去了 或者到上师跟前去了 这个人是没有偷牢的 这个人已经有精神病了等等 别人会这样想的 但是你自己不是假装的 就不是假装的 如有称狂的实际修持 最终人们也是会欢喜的 集聚的 最后人们也是会欢喜的 很多人都喜欢名声 但喜欢名声的话 你的行为没有错觉 没有过失 一定要正确 一切扎现唯一的坚硬之心 毫无意义 一些扎现唯一的这些奸诈之心 奸诈的这些行为 一点事业也是没有的 因此我们修持过程当中 仁义应该做成 现在社会上是非常奸诈 不管是说话 做事情 全部是非常奸诈 我们有些修行人也是带有一些加持吧 他们社会上的这些加持 所以说话 各方面是欺骗道友 欺骗上师 做什么事情呢 都跟世间人是没有什么差别 这样不行的 不管是你这个事情成功于佛 还是应该当一个老老实实的人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是扎现唯一 在别人面前装到一套 实际上心里面想的也是 这样的口识行为 应该在我们修行人当中 并非是个好修行人 并不是很好的修行人 一定要注意 格西卡若巴也是这样说的 你求此生一世重量美 死是菩提果为为能寻 如果我们尽心尽力的 为了尽身的一世而奔波 最后到了联摩的时候 没有任何事业 死的时候他的菩提果为 根本没有寻力到 根本没有获得 明日 后日 即是死亡为止 事故利盈 随其恩命菩提 所以我们明日 后日 什么时候死呢 根本不知道的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的 所以一定要很快的时间当中 希求菩提 以前夏格处之阳酌 他的教言里面这样讲的 所谓的修行 明年和纪念当中是哪一年修行呢 就是应该几年修行 那么下一个月和这个月当中 就是一定要选这个月 明天和今天当中的话 一定要选今天 然后下午和上午当中的话 一定要选上午 就是他那个时间不能拖 有些学生人的话 我在现在好好的工作 然后以后 我什么孩子已经长大了以后 我退休了以后 然后到这个学院里面去修行 就是这个是不现实的 那个时候 你不一定有现在的信心 也不一定有这个学院 所以修行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不知道 我们没有把握 呼吸间也会死亡的 很多人的这种死亡 非常非常快的 以前夏格处之阳酌的 有些教言当中 比如说一个人他提一瓶水 提一瓶水过来的时候 在天地里面 他想说 我到那边去做什么事情 结果没有到那个地方 中间马上就死了 包括上师如意宝的缘起 也是非常非常的突然 只不过是太老人家很有名声 很有功德的人 实际上每一个身上也会这样的无常 无常来得特别特别的快 尤其可能长年累月还是比很长时间 但很多人死得特别特别的快 因此在死亡之前的话 自己在相续当中应该具有一些菩提心 出离心 或者还是有意义的一些闻思修行 这是既然重要的 世间人们没有头脑 人生是非常短暂 他们根本不知道 我一直现在这个忙碌世间法 即生当作的很重要 到时候我糊里糊涂的时候 才开始出家 才开始学法 很多人是有这种打算 但这种想法和做法是不合理的 一定要尽快的世间当中 悉求菩提 不是假设 不记住自觉 极恶知识大修知生事 前所未闻 也未曾目睹 未来也无目睹听闻也 他这里说是 不应该我们积累一些自觉 不应该做什么那个 做庄稼等等这些 那么真正的修行人 恶思的 修行人 懂事的这种历史 以前也是没有听过 也没有看过 以后也是不会有的 只要我们把所有的这些琐事全部放下来 自己一心一意地修持的话 真正在生活上是缺乏的 然后懂事 恶思的这种现象 以前在整个人类历史上 虽然有很多成千上万个人 已经恶思过 懂事过 这种现象是有的 但是真正修行人当中 他在修行过程当中 懂事恶思的是没有的 我都原来想过 在十区那一代 法王年轻时候 求学的那些地方 天气非常寒冷 我看我们这个地方 恐怕也不会那么寒冷的 因此有些修行人 虽然有些寒冷和饥饿痛苦 但是根本不会有恶思 懂事的 这种现象根本不会 以前也是没有的 以后也不会有的 波多瓦尊者也是这样讲 即使纷纷扬扬下了九天九夜的大雪 云雀也能熏运到七层之地 他这里有一个比喻 在九天九夜当中下大雪 但是云雀他身体比较小 他可以遭到他自己的容身之地 云雀是一个小的了解 他可以遭到自己在躲避的地方 虽然下了九天九夜的大雪 但是他还是可以遭到 同样的 即使整个国土动荡不安 正法也随落隐没 如果自自不倦地撤离修行 也必得能遭到因生容生 并且住进修学之圣地 这个我看 我们原来智力正常工作当中 听说你们在这里比较进展 我在厦门翻译师尊的传记 这个时候我给你们写了一封信 听说你们很多人怕 又裁了房子 特别害怕 我心里面把这个内容讲了 可能此句不一定相同 我说即使下了九天九夜的雪 云雀太难遭到 我们是真正一个修行人 整个国家发生战争 动荡不安 但是自己可以遭到一个容身之地 所以当时我们这里也是虽然采了两千多房子 但后来真正的修行人 自自不倦的这些修行人的话 他们还是能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 还是自己的毅力和修行根本没有涉及 所以原来的违缘变成孙缘了 这就是我们修行人的一种象征 一种特征 我想前年吧 虽然很多人的修行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违缘 所以把自己的建立起来的 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房屋都已经摧毁了 按理如果世间人的角度来讲 这个时候是很伤心的 没有希望 应该离开 但是上师如意宝的坚强和勇往治理 大家也非常清楚 然后我们也是学习上师的这种精神 大家一定要在修行面前坚强 这样的话现在很多修行人 不但当时没有在违缘面前倒下去 而且还是继续的闻思修行 我们这样的闻思修行一直是没有断过 当时我在一封信里面 把不得瓦的这句话加上了 后来当时很多人准备逃跑 后来可能是有个别的人吧 当然不敢说很多人 但有个别的人觉得 可能真正要想修行的话 在动弹不安的拉松身体里面 也可能找到一些隐身之地 后来很多人可能也没有离开 有时候有些教言一句话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真正的修行人的话 原来文化大革命期间 整个我们藏地可以说是 如果一个念三宝的名号 马上要受法律的执法 这个时候非常可怕的时候 但是有些修行人还是在山里面 一直坚持他的风范 他根本没有随着世间而变化 所以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家庭社会 任何违缘和困难的话 自己修行的行为和修行的形象不要舍弃 上师如意宝也是最后给我们留下来的教言 一个是不要扰乱其他众生的心 一个就是不要舍弃自己的修行的毅力 修行的这种标志和象征 也可以这样讲吧 因为他这两句话当中应该有很多内外谜的意义 意义就是说我们让稳固的修持 将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行为不要舍弃 意思就是这样的 所以虽然整个世间和国家的动荡不安 最好不要舍弃自己修行的行为 这个是上师的教言 所以你整个社会不安也没有什么的 然后整个家庭不安也是没有的 整个环境不安也是无所谓 真正的修行人来讲 他的这种意志永远都不会受到改变 这个是大家 因为我们所有在座的这些金刚道友 原来也是说过 不可能就是经常在上师生前 在上师生前的时候 有些教言的重大的问题应该记在心里面 然后你不管是到达哪里 你还是有修行的境界 你自己有你自己的一套 所以真是那天我不是这样了吧 现在有些以前参军国的 有些参加军队的有些他回来了 回来以后在社会上还是他坚持他原来的 他在参加解放军的时候的有些观点 他一直是置之不放的 所以我们佛教徒也应该是这样的 以前你在拿中学习过的话 有些间接上的问题的话 以后不管是你什么大城市里面 还是在哪一个环境当中的话 你的行为不应该舍弃的 这个非常重要 上面就是说 藏霸家日这个歌戏 他也是这样讲的 看破红尘不贪念此生是最殊胜的布施 我们尤其是出家人吧 出家人的话真正要你财务布施 财务供养的话不一定有 但是你最好是不贪念今世 这个是最殊胜的布施 虽然有些在家人和有福报的人 他们布施的这种功德和机会有的 有些出家人释迦牟尼佛也并没有开许 说出家人一定要做大量的布施和供养 并没有这样讲的 所以作为有些出家人和修行人来讲 堪布施是最主要的布施 这是最殊胜的布施 前方悲极为众生造像是最殊胜的利总 前方悲极为众生造像 这就是最殊胜的利总 我们很多人说我要弘法利益 弘法利总是什么样呢 当然利总的方法是各种各样的 因此你应该前方悲极 你看到一个众生 看到一个可怜的众生的时候 那应该前方悲极的利益 听说护病医院还有一个病人 哪天照顾的人 有些人可能也有点累 现在可能需要 如果有发心的话 今天 明天也要 可能他们家里的人马上来吧 你们这几天有过发心的话 也发心前方悲极的利总 我们真正的利总 让众生的相续当中种下善根 这个是真正的利益众生 当然所谓的利益众生 我们给别人帮助 吃的 穿的 这个也是利益众生 但是主要是用佛法来利益众生 这是最好的 所以希望在闻思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们世间的读一个学校 读一个学校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想 我自己好好地读这个学校 毕业以后 我以后有工作 有工作的话 有很好的家庭 现在世间人的读书的目的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这个闻思的目的 应该是利益众生 这个方向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样的 我们这个闻思修行 闻思修行的目的是什么 大家应该清楚 自己应该想 我要往生起来世界 往生起来世界是不是 我到时候过得很快乐 就像有些人想 我自己可能到时候很快乐 我要修大圆满 大圆满想成就 成就的话干什么呢 就是要利益众生 所以这个方向吧 如果世间的话来讲 教育的众子 教育的众子大家应该要明确 所以我们作为修行人 我们为什么要闻思修行 闻思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利益众生 因此弘法利益是佛教的结果 修学佛法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要弘法利益 那么利益的途径和风法 各种各样的 应该前方别急地为众生造相 这是我们每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 是不可缺少的 不然我们在这里闻思 闻思好好地想成就 成就是什么呢 那时候自己获得成就 往生极乐世界肯定多么快乐 根本对众生的事情不像的话 这是一种小乘的 是一个声闻乘的一种法性 为众生造相 这是每一个修行人来讲 首先是我们心的相续当中 一定要有一个出离心 没有出离心的话 表面上的一些戒律 这些也是实际上是 救护和救委 救委和善缘的戒律 也是不太合理的 一定要想看破禁止 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这是第一个条件 然后第二个条件 我这样的解脱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众生利益 这是第二个条件 就是一定要在自相聚当中 有一个菩提心 如果有了这两个基础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就开始修什么大圆满 大树营 然后修一些生气次第 和圆满次第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这两个基础都没有打好的话 第一步就开始 我也想成就 我也想获得成就 我也获得什么开田圆 这样的这种修行的目的 一定是不正确 所以这个方向 希望大家所有的人 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什么叫做圣文成 什么叫做菩萨成 那么圣文成的目的呢 就是我自己想获得 往生极乐世界 我自己获得大圆满的成就 为自私自利 所作所为 全部是为自己 自己作为中心 然后我们大乘修行人 和密宗修行人的话 一定要把众生作为自己修行的核心 为了众生的利益 不管是我今天念经也好 我今天烧相也好 拜佛也好 做任何一件事情 为众生利益 所以前往悲极的 为众生想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开启修行门飞当中 有关菩提心方面 讲的不是很广的 只有有时候出现一些 所以有关菩提心的功德 菩提心方面不是很广的 因此大家在这些教言 应该认识到菩提心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是没有菩提心的话 整天都是为自私自利做私心 当然是成了轮回的因 这个不一定成为佛果的因 不一定成为解脱的因 因此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时候自己的修行 也很可能变成非法的因 也就是说是恶趣的因 原来上师如意宝也是讲过 头盖如意宝对这个公案特别特别的重视 希沃瑟加 他也有口才 也有讲经说法是非常得心的 然后他讲经的眷属里面 也有依赖过的 无赖过的 还有很多很多的圣者 超越凡夫的圣者 后来他的母亲性格不好 然后他的母亲经常说他告状 就是这样那样 后来希沃瑟加也是对旁边的 他自己的弟子 什么马途的 牛途的 跟他们取一些恶名 取了各种各样的马途 牛途 狗途 可能途比较大一点的是马途 然后途比较怎么说呢 有些这样取很多旁生的名 后来他自己都变成一种非常可怕的大鱼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也说是将来成千上万的劫当中还在受苦 所以他也是个讲经说法的大法师 但是因为有些恶友 以母亲的恶友来 最后他自己造了如是的恶业 所以我们平时说话的过程当中 也是给别人取恶名 这样《传世如意宝》在讲《百业经》的时候 大家也讲得非常清楚 因此我们有时候自己的闻思修行没有作证 没有用好的话 很可能他就变成恶趣的因 一定要注意闻思修行的过程当中 自己应该尽量的挑副自己的心 原来的这些刚强的习惯和有些不好的习气 一定要尽量的盖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他这里前方悲极 为众生造相是最殊胜的利种 所以殊胜的利种 我原来也说过 我们都不一定变成一个高僧大德 非要在法座上给大家讲 只有讲法来利益掌握 平时我们接触别人的时候 我看我们很多人还是很不错的 跟接触的过程当中 把他们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引入佛门 比如说从来不信佛教的人 首先给他讲一些佛教的功德 如果他佛教的功德都不能接受的话 先给他从世间法来说福 世间法来说福稍微对你有点点信心和感情的时候 然后又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让他趋入佛门 那么这就是利益众生 那么一个人一生当中是能读到一个众生 也是有无量的功德 还有我们接触一些旁生 凡是有生命的众生的时候 自己有能力的时候马上放生 如果没有能力放生的话 在他的耳边念一些主意 这些都是弘法离生 这些都是利益众生 所以利益众生的事情的话 我想是每一个人在可以做的 只不过是他的程度 可能范围光灾有一点点差别 别的应该每一个居士 哪怕我是一个很弱小的一个小小的居士的话 我回去的路上会借助很多的人 比如说我坐班车 我坐班车的话 我旁边有一个人的话 那么我给他问一问你信不信佛教 他不信佛教的话 为什么不信佛教 你有什么理由 释迦牟尼佛的假法是不正确 然后我可以给他辩论 或者他如果信的话 我们从见解上可以 所以我们弘法离生随时随地也可以做 希望大家佛法的结果就是弘法离生 自己稍微有一点见解行为的时候 一定要在自己身边的众生度 自己身边的众生 我们有能力度 有办法度 这样的话也有很大的利益 我们对旁边的人给一点财物的话 也许对他暂时来讲还是解决一点隐身问题 但这个不能解决长延的问题 如果他的相续当中真的撒下了解脱的种子 那这个功德是无量的 因此以后大家应该大胆地弘扬佛法 这个很有必要的 弘扬佛法一定要 我们每一个修行人一定要弘扬 人居何处能处 言处是最殊胜的富豪 不管是你注意何处 你只要有自主少欲的这种心 这是最殊胜的一种富豪 现在很多富豪也非常贫穷的 为什么呢 他心里面一直忙碌 一直觉得我没有财产 没有财产 但是你只要自主少欲的话 你是最殊胜 昨天不是本公家吧 本公家你看只有一个瓶子和架杀 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是他的心里很满足 心里很满足的话 很有快 很快乐的 这就是所谓的富豪 前往任何国土 能随与岸是最殊胜的故乡 不管是你到哪一个国土 但遇到哪里肚子很快乐的 这就是最殊胜的故乡 有一些修行经济人的话 就像以前的耿代军派 虚人老和尚 他们不管是到哪里都还是能接受 不管是到哪一个国家 到哪一个民族 到哪一个地方 都还是因为有利益众生的心 什么事情都是好办 因为他对自己没有他的执着 如果对自己的执着非常大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整天都是为了我而奔波和痛苦 如果这个所谓的自私自利的 我的这种执着没有的话 不管是你到哪里都是 还是进行经济的利益众生 除了这个以外 对自己不会有什么大的痛苦 无论恶居何方 能幻常细月是最殊胜的无量供典 不管是你到哪里 你坐无形级的宾馆也很快乐的 然后很简陋的一些房子 五块钱的一些旅店也是个很快乐的 这里也是很快乐的 然后很破破烂烂的房子里面 也很快乐的唱金刚歌 然后你坐很高级的一些房屋 轿车 这样的话坐轿车可能有没有 也可以坐轿车出去也可以 这样的话也是如幻如梦的 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可执着的 如果有这样的修行境界的话 那么生活有一定的价值和利益的 然后伤心是几年最殊胜的 那么有时候爱上吧 爱上的话在人生当中也是 几年是最殊胜的两半吧 也就是说可能人在生活当中 遇到一些磋伤 遇到一些痛苦 这就是人生当中最难忘的 最修行最有帮助的一个好友 就是比如说你的上师离开了 你的道友离开了 你的在身边的一切无常和伤心的事出现的话 可能在人生当中是个修法最有能力的一种辩才 最好的一个劝足就是这个意思吧 持之遗恨是最殊胜的壮士 独立自主是最殊胜的强壮 雷心不为贪承之连所转是最殊胜的悲心 就是可能讲到这个生意悲心来讲的吧 因为这个生意的这种大悲心的话 那么这个贪心和嗔心就根本不会转变的 持之费力作业是最殊胜的刺激 雷心均有证物是最殊胜的色素空性 就是所谓的这个时间的空性目不一定是最殊胜的空性 自己这个内心当中真的正无空性的话 这个正无空性算是真正的薄弱覆没 这就是真正最好的空性目 加之仁波切也是这样讲的 舍弃精神是最善妙的清净业障之法 就是我们能看破精神 舍弃精神的话 那么这就是最好的才会方法 就是最好的金刚萨埗行主 根方扎家尊者的弟子叫克拉格西 他一向为人贤道 夫则盖世 意思就是说他对人非常和达 也可以说是他的性格这些很平和的 然后他的福报就像我们所谓的英明盖世 或者他的福报也是超越世人的 却不信灵魂马逢病 有些高僧大德也是得各种各样的病 还有他在死的时候也很不吉祥的报死 这种先生是有的 以前金明菩萨也是一匹马交替提示的 也有这种的 所以有些高僧大德的死的方式和一些得病的方式 有些人说是这个高僧大德得这种病 什么有这种说法 所谓的高僧大德也是在轮回当中的时候 他现实一般的众生 不可能是以佛和菩萨的形象 想尽一切办法都无能慧天 那么当时他得麻风病的时候 想尽一切办法也是无力慧天 都没有这个玩具 没有办法的 一点办法也没有 在一天晚上他辗转帆车 难以入眠 一天晚上他睡不着 一直非常痛 然后独自一人陷入城市 他就独自一人在晚上一直睡不着 特别特别的痛 后来他就心里面这样想的 既然得了这种病 应该远离人群 真正的非对利俗 意思就是说 从世俗当中一定要抛出来 非对利俗 鬼影善灵 将自己的一切身材都捐作善法 最后他在心里面一直想 因为晚上他特别特别的痛 我们有些病人 有些精神有点痛苦的这些人 也应该这样想 现在我这种病也治不好的 我这种痛苦一直笑不了的 有些人说我什么狐狸 老虎 很多都是残绕着你 你如果真正是看到很多病也 看到很多医院也 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 最好把自己的身体和素佣全部捐给这些众生 全部捐作善法 打积木山要的掩饰下去 他是这样想的 然后过乘山起骨的饮饰生活 他自己心里就是这样 但是我一定要到积木山的掩饰下面去 把这个山作为增土 然后这个山骨作为自己起身之处 应该做这样的饮饰生活 像树米平生的国王 行人乞讨可粮 专心转意地念诵观音行作 他就心里面这样想 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希望了 病得这么严重 一直去了很多很多医院 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然后看到很多医生也是 他们也说的不一定都是让我心满意作的 这样的话我还是到山口里面去 过应生的生活 然后一心一意地念观音行作 修字塔加幻就可以了 再也不求任何医生 再也不去看病了 然后他就这样一直称师着 不知不觉最后就进入梦想 在梦间自己被一股巨浪冲击着 最后他在梦中这样的 极其空患不安 正当生死与我关迁去一发之际 最后他就非常害怕被水冲走的时候 他正在生死关头迁去一发的时候 一名百人听声将他从水中救出 放到结末山药的岩石上 他在梦中最后有一个人 把他放在结末山的岩石上 自己的身体当中也流出了大量的液体 当他一觉醒过来的时候 床塔上也积满了水 然后他的麻红病不知而喻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生活当中很难免的 修这种法还是应该很殊胜的 总而言之 堪破今世的信念 如果前所未生就当灵力生起 如果堪破今世的 我们在座的人 有些堪破今世的信念和智慧还没有生起来 如果没有生起来的话 应该想尽办法来使他生起来 如果已经生起了 如果在我们相细当中真的堪破今世的 觉得现在世间的所作所为都没有意义 我应该好好地堪破 但我想在学院里面 常住的大多数的这些出家人和修行人 应该算是堪破今世的定解已经生起来了 不然这里面这么寒冷 吃的也没有 连青菜的有时候是买不到的 这样我看如果这些人也是住在城市里面 生活肯定比这个还好的 因此很多人可能在相续当中 应该生起堪破今世 如果在自己相续堪破今世已经生起的话 那么因且越来越增强 离久迷强 应该随着世间的增长 在自己的这种智慧 越来越坚强 越来越坚定 不要遇到违缘而损失 就是堪破今世的这种境界越来越坚强 舍弃今世是修行人唯一的出路 所以我们所谓修行人 大家都认为我是这个修行人 我是修什么法 我是修大圆满法 修宁玛法的法 修什么什么的法 但是你看看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上学校 那么入校门的第一个条件 你有没有堪破今世 如果你没有堪破今世 所谓的修行人 假修行人 如果你有堪破今世 对世间的很多所作所为真的看淡了 觉得没有任何事业 只不过是欺骗自己而已 如果有这样的信念的话 在你的相续当中有堪破今世的境界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修持的话 所有的一些境界 功德 智慧 悲喜也是由然而生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的话 真是荒粮眉莫 不一定现实的 你怎么样希求也是不一定现实的 因此我们作为修行人来讲 是真的堪破今世是修行当中的唯一指导 所以这本书当中也是 把堪破今世的这一篇讲得比较广 他为了大量的闭幕 已经写出了很多高僧大德们的教言 应该我们的心也并不是石头 也并不是钢墙 应该有一点转化 以前对堪破今世好像是没有很大的转变 但通过这些教育应该还是很多人的心里面 那天我们翻译完了以后 他们问了打电话的时候 我们这里的修行人 我说开启修行门会怎么样 很多修行人说 哎 这个非常非常好 你能不能你老人家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是给我们讲一遍 后来我确实心里面很想讲 但这次可以说是如愿一场吧 已经讲了 在讲的过程当中 希望大家也是有些教言 还是该记住的记住 不然的话以后有这个 我想这个我肯定最后人生当中 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因为很多法我们经常有讲 这一家人的话很困难的 希望你们所谓的佛法应该在自己讲完了以后 有很多问题应该记住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生起今生是修行人 是唯一的出路 有些话一定要记住 不然这个再重要的话 我有时候语言上也没办法表达 但是心里面觉得我们作为修行人来讲是非常重要 今天讲到这里 下面大家一起会相供的 在说的说法 我们在说法 要求你们这些人 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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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